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62回 写出徐凤年不知不觉的 把手就按在了春雷刀上 唯有那小娘子 约门是女子的直觉敏锐 仿佛觉得有了种玄妙的气息变换 就像是那村子石板铺就的空地上晒麦子 每逢要下雨 她便要与村民们一同急急忙忙的去收起麦子 老天爷那会儿呢 便给人一种窒息的沉闷感 若是再打几个雷 那就更吓人了 当张顺看到马背上的武掌 眼里边闪过一抹阴毒 他就知道 今天这事情就是他赌队了 可怜那狗屁的灵州世子 则是彻彻底底的赌输了 输的是血本无归 说不定啊 连小命都得搭进去 身后骑兵与带头的武掌朝夕相处 放个屁闻一闻就知道这武掌今天晚饭吃了啥 看到武掌开始缓缓抽刀 身后啊 今日出行只配一柄北梁刀的骑兵 则浮现了正影的脸色 十余柄北梁刀惊人的动作一致 缓缓出窍 张顺等那几个泼皮啊 吓得两腿都发软了 这这是要杀人了吗 这是 他们呢 不过是些个既没被人放过血 也没给人家放过血的市井无赖 村也流氓 真要近距离亲眼看着杀人的场景 估计都得吓晕过去 这一刻 徐凤年眼神透亮 西盘传来了一声古怪的清澈声响 可是竟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物品摩擦发出来的声音 但小娘子那一刻 却感受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 她瞪大那双好看的毛子 发现这士族公子后背的衣衫 好似浪花一般起了一阵阵细微的涟漪 层层叠叠 推进 劲儿扑散 然后再消失 春雷已出窍一寸 但迅速被压回了刀角 徐凤年死死按住刀柄 他深呼吸一口 不到几身必死 不得出窍 佛门有闭口禅 五百年一遇的剑道大才李纯刚 在入天象以后 曾闭关剑窍 整整六年 一剑不出 才练出了那剑意雄浑的一剑开天门 徐凤年看到那名武掌抽刀后 去拉那江生 他准备要冲锋了 这徐凤年呢 伸出了手臂 拦下了不要命前冲的小娘子 他看着这对骑兵 语调刻板生硬的说道 你回去到马关 跟果义都尉黄浦平说一声 有个配春雷道的人在这 我给他两住相的时间来这 才开始奔跑的十余匹战马 在武掌勒紧僵身后 瞬间停下 这武掌不是傻子 一个自称梁州游学世子 并且还敢知乎 那果异都未明慧的年轻人 真是只在那垂死挣扎的装腔做事吗 虔诚固然重要 可性命还更重要一些呀 这世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万一这年轻人果真与那黄浦平相识 不说相熟吧 就只是有那么个点头之交 就足够让他们这些 只能在道马关耀武扬威的小兵族们 喝上一大壶了 万一这佩刀的公子哥 真是灵州那边有些地位人望的氏族出身 到时候韩教卫推卸责任 那谁来背这黑锅呀 灵州离幽州是有些距离 可一个氏族不计后果的请力而为 颁不到从六品的韩教卫吗 他这个亲手沾血的武掌如何是好 不过最关键的是 眼前强行出头的年轻人 真的配得上这些个万一吗 这武掌咬牙切齿的在心中权衡利弊 徐凤年呢 眯起丹凤毛子道 两炷香啊 已经过了一些时候了 到时候黄补平暴怒 可就没谁能替你消灾 这武掌缓缓的吐出一口灼气 停马收刀 招手吩咐一名骑兵 回到道马关韩教卫那边禀告这里的情况 他当然要带着人盯在这 两炷香过后 如果确定这小子是故弄玄虚 那他就要亲手剁死这个折了自己颜面的家伙 是堕不是砍 却说道马关 没有换上一身舒适绸缎衣衫的果异都尉 早早的站在城头 事实上啊 他自出了梁州以后 除了睡觉 就没有一次在外人面前卸甲 世人都知道 他黄补平用家族几十条命 来换取现在的荣华富贵 只知道当年奥利江湖的 诺大一个青山山庄 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他和那个哑巴儿子两个人 他兄长连子女四人一起以谋逆大罪被砍去了脑袋 却不知道啊 这黄补平富有韬略 曾经有着为君王了却天下事的野心和志向 只知道他这个诸狗不如的畜生在北梁王面前匍匐在地 才求来了一个正四品将军和三本秘籍 却不知道三本秘籍是他背叛家族应得的 但那个果异都尉 则是一名公子哥微笑连连的插了一句 就像随手丢了一根骨头 算是啊 施舍给他这条老狗的 豪门走狗一摇尾 胜过寒门世子读遍万卷书 黄补平不觉得这又何不同 他只想着呀 在幽州去为那北梁王府里那对高深莫测的父子啊 誓死效忠 然后打出属于自己的一座百世基业 所以他这趟出行几乎走遍了整座幽州 每个郡每个县 每条可以做战略制高点的山脉 每座城池每座关爱 只差没有啊 走过每个村庄了 黄补平啊 下意识的摸了摸那双白的鬓角 一是不惑之年呢 是可以不惑了 再不从梦中惊醒 而是跟兄弟们那样昏昏噩噩 青山山庄不仅无法重新屹立 还要子孙断绝 道马关两位官衔最大的 哲冲副都尉周贤 也就是周自如的老爹 还有呢 就是锤拱教尉韩涛 都如履薄冰的站在果义都尉的身后 昨夜从客栈回去之后 黄埔将军并未入住韩涛安排的豪宅 而是住在了驿站 据密报 周贤这老乌龟连夜拜访 这才使得韩教尉心生警觉 以为是将军觉得他没有尽到地主之遗 官场也好 军旅也罢 最怕后知后觉 韩涛顾不得床榻上女子的凝脂圆润 独坐灯前琢磨来琢磨去 无意间回头看到原本打算双飞燕的两个娘们 在那儿互抛媚眼他豁然开朗般一拍大腿火烧屁股的让心腹们去找两个水灵的姑娘 总得把这黄浦将军给伺候的舒坦了才行 韩教尉一晚上啊就忙碌这个了 先前两个一个被还回去了 一个被私吞了 不知道那帮子手下能否敢在黄浦将军离开盗马关之前 把这事啊给弄得孕天楼 那位说了 那他就不怕这中间出什么幺蛾子吗 就是幺蛾子 在这道马关 只要这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周家父子不出手 就没什么幺蛾子 看到一名眼熟的骑兵在城门口下马连滚带爬的爬上了城楼 韩涛笑竹掩开 他一笑啊 身旁针锋相对他好些年的周贤也跟着淡笑 只不过是皮笑肉不笑 让韩涛很想抽他两个大嘴巴 没有关尖的普通骑兵啊被远远的拦下 韩涛不敢在国义都尉面前造次摆谱 他夺步过去 看到骑兵那张脸呢跟憋了屎尿一般难看 才意识到事情有不好的苗头 韩涛让他来到城楼的转角 不等着锤拱教尉发话 那骑族啊便竹捅盗豆子一股脑的说出来了 本来就是不太复杂的门头 这韩涛啊 晋营官场多年 一下子就梳理通透了 他脸色变了几次 抬脚就要踹死这个通风报信来坏消息的小崽子 可才抬腿就猛然放下 他赶紧转身走向黄浦将军 这二十步的距离啊 走得度日如年呢 心事重重的果异都为黄浦平 虽说心思不在这道马官的勾心斗角上 但眼角余光看到韩涛预言又止的憋屈脸色 他微笑着问道 韩涛 有话便直说 听到直呼姓名 而非客气却生疏的官职 这韩教委啊松了口气 弯腰小跑进了几步 小声说 我官爱骑兵 巡游辖境那一个村庄 遇见一位自称富级游学的灵州世子 说是认识将军 这黄浦平脸色平静 只是盯着韩涛他呃了一声 感到莫大压力的韩教委 连忙说 那那世子好像配了一饼春雷刀 黄浦平不温不火的呕了一声 没有谁看到他 瞬间攥紧了拳头 手被青筋抱起 这位北梁军中 时下最受瞩目的国义都尉 平淡的说 给本将背马 你让那名骑足带路 你们哪就别跟着了 韩教委汗如雨下嘴皮子发青 两腿颤抖 他冒死轻声道 那名世子还说 只给将军两炷香的时间 果义都尉转头笑了笑 也算在战场上 斩首十余首级的韩教委 大概是安稳太平日子过惯了 被黄浦将军看着一眼 吓得亮青后退 靠在城墙上 哭丧着脸说 将军无需担心 从到马关到那村子 不需要一柱下 两计策马狂奔 那名骑足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只恨屁股下的战马 不是八只蹄子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却说那溪水边上 徐凤年转身呢 对那小娘子柔声的说 你带幼松回家 我回头找你 放心 已经没事了 我与道马关一位将军呢 有些交情 顶多呀 花些银子 保管你们呢 不用去那将军府 你若信不过我 就收拾一下啊 先带幼松 离开道马关 不过在外乡 记得刘新呢 这边的消息 到时候啊 你自然就会明白 将信将疑的小娘子 才准备挪动步子 就看到两迹赶来 一名威严可怕的大将军 停马在高坡上 其余骑兵军爷们 不知为何 只听到一句 速回韩教卫那边听令 就调转马头 病殃殃的撤退了 这徐凤年和小娘子啊 一起往回走 他抱着孩子 回望了一眼 见到徐凤年笑着白白手 这才牵着儿子的手啊 小跑向村子 西畔只剩下两人 果义都为黄浦平翻身下马 如初入北梁王府那般 五体投地一言不发 五指刺入地面 恨不得要整个人 都深陷入大地 才显得足够卑微 徐凤年慢慢走进这名 已是幽州第一线 实权将领的果义都尉身前 平静的说 本来呢 你若是一见到本世子 就屁滚尿流的 当着那些家伙的面 给我磕头下跪什么 本世子二话不说 我就把你脑袋割下来 反正啊 谁穿了这身果义都尉的甲皱 都无所谓 黄浦平一言不发 剑状伟岸的身躯 只是死死的贴着地面 当小官的呢 要孝敬当大官的 连夜抢娘们暖被窝 这不算什么 黎阳王朝 北莽王朝 哪个地方啊 不干这种破烂事啊 当小官的 再让手下去办事 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 这也不算什么 当官不就图个手里有权吗 可以体谅 见到姿色好的女子 虽说是个异族的遗孀 但给抢了去 事后给些银粮补偿 女子是死是活 官老爷们自然是无关痛痒 只怪他身世不好 他的男人本事不行 这样还不算什么 天底下呀 比这乌烟瘴气的事情 本世子啊 见得多了 说到这儿 世子殿下笑了笑 我义都为头脑空白 他只是模糊记起 那一晚北梁王接见他这个江湖丧家犬 世子殿下坐在正椅上 天底下武夫极致的北梁王竟然笑眯眯的陪坐在侧席 这徐凤年呢 他望向了溪水 愣笑着说 可在北梁啊 明明有一条铁律 入北梁军第一天起 就要喊个八遍十遍 但还敢抽出北梁刀 要看老百姓的脑袋 这就要好好的算一算 到底呀 算什么 徐凤年猛然怒道 北梁刀 岂先是老百姓砸锅卖铁材锻造出来的 刀锋自然锋利 可最锋利在什么地方 徐霄曾经亲口跟我这个不成气候的儿子 说了很多遍 多到我 我他们耳朵都要生茧子了 黄土平嘴唇已是贴着地面 浓重的泥草气息是扑面而来 他颤声道 黄土平 死罪 徐凤年死死压抑下心中的情绪 春雷刀刀鞘颤抖不止 许久 这徐凤年自嘲一笑 他轻声道 我已经是世袭网替的北梁世子了 老子敢抢靖安王赵衡的女人 老子敢去武帝城城头坐上一坐 老子敢割广陵王世子殿下的肉 可我尚且不敢忘记这句话 那这些人的胆子是怎么来的 徐霄给的 陈之报给的 还是哪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给的 徐凤年斜眼看了一下这果异都尉 等心绪平稳下来之后 他笑道 起来吧 今天这事啊 不能怪你 你这些日子起码披甲 巡视幽州 毁誉参半 本世子不管你是只做样子 还是真心想要做事 只要别再让本世子 碰到这种事情就行了 反正果异都尉都给你了 幽州啊 你爱怎么翻腾就怎么翻腾 本世子一直是顽固脾气 我只看结果 我给了你时间 到时候还不能让本世子满意 果异都尉扶底里 那个其实是你兄长笛子的小家伙 可就真是你们黄浦世家的一株独苗了 原本已经半战着直腰的黄浦平立马重新跪了下去 世子殿下眯着眼睛笑道 你们黄浦一家子呀 都是狠人 不过你最狠 连自己儿子都能任由被杀 怕那个你一心想要栽培成大器的侄子泄露天机 便烧伤了他的喉咙 黄浦平泪流满面 你回到马关 今天这事啊 不是砍几个脑袋就算完事了 到底该怎么做 你这位果异都尉 坐 本世子呢 看 当然了 你要是连几顶关帽子都不敢摘 几条人命都不敢收 就算本世子看走眼了 黄浦平沉声道 黄浦平知道了 请世子殿下放心 世子殿下向村子走去 似乎自言自语的说 过一度为府邸 那孩子如今叫黄浦清平 还有个本名黄浦清平的小孩 前段日子呀 做了梧桐院的书童 不像他那个虎毒石子的老爹 他性子淳朴 而且呀 手脚挺勤快 本世子啊 很喜欢 黄浦平闻听 徐凤年当年竟然留下了 他的亲生儿子 他重重的磕头 如此一个精力荣辱 心狠手辣的萧雄 在这一刻 发自肺腑的气不成声道 黄浦平今日起 愿为狮子殿下 父子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 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 大斌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t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